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些男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印象 就是只要结了婚 只要我往家里能扔点钱 我就是老子 我就是王 谁说了一个男人 把忠诚奉献给家里的时候 就别的都不用干了吗 那本来都是做人的基础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赚钱 我俩刚交往的时候 生活特别苦 但是感情很好 后来想要慢慢变好了 我却觉得他变了 他现在特别自私 根本都不会顾我的感受 以前我觉得他需要走人心脏 可是现在越来越不够 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走不下去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要请 男嘉宾小宇 三十岁来自四川装修承包商 女嘉宾小天三十一岁 同样来自四川 无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告诉大家 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十一年 结婚八年呢 孩子多大了 现在孩子七岁了 男保女保 男孩 今天是七岁要来的对吧 对 我就觉得他以前对我挺好的 结完婚有了孩子以后 他就变得很自私 以前我们那时候条件不好 他都会带我去看电影 每次看电影的时候 他也知道我喜欢看喜剧片跟爱情片 那个时候没结婚 他就可以买好电影票 等着我一起看电影 可是结完婚以后呢 他从来不带我去看电影 而且每次要是我要是要求他 跟我一起逛过街什么的 我都要求他很久 那一次我好不容易我就说 陪我看一下电影 因为那个电影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他终于答应了 可是走到电影院 结果他看见了 他喜欢看的那个科幻片 他就告诉我 你自己去看你那个电影 我要去看我的科幻片了 然后他就自己去看了他的科幻片 就把我一个人扔在那了 我就自己看了我的电影 他就看了他的 我觉得两个人出去一起去吧 然后回来的时候 却只是我一个人在那里 那这事你也不能完全怪我吧 我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看那电影 不喜欢看电影 你非逼着我去 那要是你不喜欢的 我让你看你什么感觉 那结婚之前你可是带着我去看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可以了 我还不是想找找以前 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我当时都说 让你找你闺蜜跟你一起去看 那跟闺蜜在一起 和跟老公在一起看电影的感觉 能一样吗 那有什么不一样 都老夫老妻了 对吧 生活过得也没有什么情趣了 是吧你觉得 不是情不情趣的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个电影 那你为什么 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喜欢电影都看呢 以前我们年纪小吧 我觉得爱情电影 看着哭哭啼啼的 还挺有意思 现在我觉得天红小孩似的 然后把生完孩子那段时间 我感觉他对我感情 好像又回来一点了 可是孩子生完了 带着稍微大点了 他有一天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陪我回一趟家 我们回家看一趟父母 我就觉得那回家看父母 是应该的 我们应该孝敬的 然后我就答应了 可是到了那天嘛 我就得了重感冒 病得说话都没有力气了 我就给他商量 缓一缓再回去吧 他就说我装的 我们都给父母说好了 父母在家什么都等着了 那我们也一两年不回家 回家看一次父母 那你还不回去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病成那样了 后来下飞机以后 我就发高烧 在那个我们当地那个医院 直接打了七天的吊针 那一个人回去 和两个人回去 能一样吗 再说了 那你当时感冒 我也不知道有那么严重啊 就吃了药了 我以为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我觉得他现在一点都不心疼我了 连我感冒成那样子 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了 他总是说我服事乱想 整天在家带孩子带傻了 然后就因为做早餐那个事情 也在家里面给我吵架 是吗 一点事都老这样那样的 做早餐怎么 那时候刚结婚 因为他早上六点钟 就要起床去上班 六点钟他走 五点半就要起来坐 他觉得北京那个天太冷了 然后五点半起来 天还没亮 就有点心疼我 他就说以后不要让我做早餐 那时候我觉得他也挺辛苦的 也不容易 我就说做点早餐 我也觉得挺放心的 他吃了我的早餐 这样上班一天也有力气 因为他做装修的嘛 那时候 后来慢慢慢慢的 他就觉得我这个做早餐 就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我就没给他做早餐 他那天在家歇班 起来特别早 看见我没给他做早餐 他直接就在我床上面那边 把我被子掀开 你干嘛不起来给我做早餐 怎么怎么的 就这样子熟了我 那你以前都能做早餐 那天是因为那天晚上 孩子生病了 孩子病得特别厉害 我一晚上都在照顾孩子 我整个晚上基本上都没有合眼 就把孩子抱在 你现在做什么事 你都说拿孩子做事 就把孩子抱在手上 然后基本上一晚上 只睡了两个小时 他没有心疼我 他就在旁边睡得跟死猪一样的 那我不是工作累吗 我也觉得他挺累的 我都没有吵醒他 我都没有让他起来带孩子 到天亮的时候 孩子好不容易睡着 我就说命一下 他就会拽着我起来做早餐 那我不是想到那孩子 我让他下楼买一点早餐 他都不扛 孩子他也不可能24小时到吗 你就给我做个早餐 你叫什么进的一顿早餐 治愈的吗 他做的早餐 我觉得吃的就舒心满的 是不是 他除了对你有这种变化之外 对你周边的人有变化吗 结婚之前 他带我朋友 那也挺好的 可是结完婚以后吧 有一次我朋友他买了房子 就说也知道 我老公是做装修的嘛 就说让我老公帮忙看一下 怎么弄设计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 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说你有时间吗 我那朋友要装修 他说有 我说那到时候你们就去谈一下 然后都说好了 然后他给我朋友碰面了以后吧 他就给人家翻脸 就不给人家做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我朋友就因为这个事情 跟我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不说这事我不来气 你知道你的朋友给那么低的价 还用好材料 装修方案又那么复杂 朋友之间你帮下忙 你又怎么了 朋友之间 你就知道说帮忙帮忙 那我一天那工人不得开工资啊 那前期设计 我天天白跑 那我挣钱还是为了这个家吗 他现在每次都是这样 我一给他说什么 他就说他挣钱 他挣钱 他就在我面前 那我挣钱这个家吃什么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他现在变得特别的不顾家 然后现在还夜不归宿 那一次 我到我朋友家 喝多了 那朋友家睡了 你知不知道他 第二天我一早醒来 几十个位置来电 一打开微信 全是朋友问我 你还好意思说 他那天很早就出去了 我让他带着我 他也不带着我 急急忙忙就跑了 晚上12点的时候 他都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打了十几个电话 他都不接 后来我没办法了 我就只有找他朋友 他朋友 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 然后他到第二天 他才回来 那第二天朋友 全找我了 都问我 头天晚上干嘛去 都笑我 你知道我很没面子 知道吧 你现在还 为什么没面子的 你说你一夜不回家 老婆不知道你在哪 问不应该吗 那我在外面 那跟朋友喝酒 那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那我还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做这个行业的 就要多个朋友嘛 然后多一条路 然后多介绍点活 然后家里面所有的家务活 孩子 我问你啊 他是这一次还是经常 从那一次以后 他就经常这样 那他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咱们拿纪念 不是现在哪有工装和家装 让你连夜施工的 有啊 那现在通面商场 商场都会晚上做 美金很少啊 不我们现在在海口了 哦 你又跑到海口了 对对对 嗯 那个因为商场那些东西 都会有时晚上加班 哦 经常晚上加班 对我就觉得他现在 那你跟他说一声啊 你说我今天加班啊 说了啊 他老是一天就瞎想 你跟他说了 对啊 一天就瞎想 你知道他是加班 你不说 那有时也会跟朋友就说 有时像 比如说晚上喝酒嘛 好好好 还有别的吗 有 就是家里面的家务活 他从来都不给我干 孩子也不给我带 有一次我就下楼 我说我下楼拿一个东西 然后让他带一下孩子 刚刚半个小时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那孩子 都快要到床边 都要掉下来了 他却坐在旁边 戴着耳机打着游戏 然后我当时很生气 我抱起孩子 我就把耳机给他拽下来 他直接就跳起来 就很生气的那种 那我不是刚把孩子哄着 就玩了一会儿游戏 那他孩子又没哭又没闹得 他醒了我也不知道啊 再说我自己的孩子 那又摔了 我肯定会心痛啊 是吧 你现在就在这里 跟我说心疼孩子 孩子长这么大 他没有抱过几次 也没有带过几次 那我不天天在外边工作吗 家里的所有的经济 全部是我那个一个人挣的吗 是吧 好好好 全都我一个人挣的 我知道 天底下就一个人挣钱是吧 我知道家里的开销 一切都是由你 但是吧 你不能这样子带着 那我问问啊 知道他现在挣多少钱吧 我现在不知道 以前他把工地上挣的钱 都会交给我 可是现在最近这一两年 他交的钱越来越少了 他还背着我存私房钱 因为我在 他在我旁边 那个交私房钱吗 我自己挣的钱 我沉点怎么了 再说了 那个钱倒是家里用 我不得拿出来吗 我又没在外边乱用 那你之前把那些钱 都交给我的时候 就我一个人拿去用了吗 你不是老管住我吗 我以前把他钱交给他的时候 我比如说干工程 我要电资了 我问他要 他就在问 你干什么去啊 那种很不放心的 那我肯定要问一下 你把钱拿去干什么呀 平常你觉得他乱花钱吗 以前不会 现在有吗 现在因为我整天 都在家带孩子 然后很多时候 我不太知道 他在外面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现在就是 整天就是省吃俭用的 就是你并不了解 他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对 因为我现在每次 用点钱我就问他要 现在等于家用 是你问他要 他给你 我问他要 过去是他把钱都给你 他直接给我 所以你现在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我现在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都不想跟他 这样继续下去了 你怎么想啊 我觉得吧 我们你说都生活11年了 经历了那么多事 这一点事 我觉得他是一天 在家瞎琢磨的 你还想跟他好好过吗 那肯定啊 毕竟11年了 感情 那我又不是 冷血的动物是吧 所以你的反应是说 他过季了对吧 他天天在家 就是有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事 就是脑乱想 那时候我刚开始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30块钱一天 我们那时候在北京 就住了一个 只有几平米的房子 等于你嫁给他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他是个小工 对不对 对 然后 现在是个小老板 对吧 对 也不算什么小老板 就是自己做点活 那时候吧 家里什么都没有 但我觉得我整个人 很充实 因为有他的疼爱 那时候家里 真的穷得连电视 然后那个洗衣机 冰箱这些都没有 每次北京的天很冷 不是坐在平房 平房里面吧 外面就是那种 大家一起共用的那种水 我们都大家在一起洗衣服 做饭就是用那个水 每次衣服一拎起来 下面就成冰珠子 这些我也记得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女人跟他 从苦日子一点一点过去 过到现在这样 我觉得他现在对我 这变化这么大 我真的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那我这些我都记得 我知道你跟着我那会儿 受多少累 我也是在外边一天 我这么问一句吧 拼命地挣钱 我这么问你一句吧 你是还爱他吗 我怎么不爱 我在家问 十一年了怎么不爱 我在家问了 他很多遍 我说你还爱我吗 他就不理我 那你老实让我那样说 我就觉得 不 你到底爱不爱他吗 那肯定爱啊 肯定爱 你烦他吗 有时他啰嗦就烦一点了 是吧 这个东西 那我 你是觉得是 你觉得他是精神紧张了 还是你确实有点什么小心思了 我真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他是一天在家 一天瞎想的 好吧 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菲特问卷 我非常钦佩一种女人 在年轻时能够陪着自己爱的男人一起过苦日子 这一点你妻子做到了 我也非常钦佩一种男人 等到自己有钱以后 能陪着自己的原配 一起过好日子 那我现在还是陪着他 而且我还在为我们的 对啊 从形式上你确实还在陪着他 就说一件事情 你夜不归宿 妻子到处找你 他不应该吗 你自己打电脑玩游戏 对孩子不管不顾 你认为你应该这样做 而且妻子说 发现你在外面自己办了一张银行卡 那就很显然 这不是释放钱的问题 我们说男人有时候 多多少少会存一点释放钱 男人有时候要面子 但没像你这样的办一张卡 把家里的生活用费降低了 你那张卡上再不断地满出来 你说你做得像话 有时候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摸着良心 多问问自己 你现在和以前 对妻子的态度 有没有变化 你这张脸 有没有变脸 所以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我此刻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我们经常 你不就以为你掌握了经济来源 所以你把你的妻子当成了一个上古家的一个保姆吧 不对 保姆他没有工资啊 你心里还有没有他的位置 只有什么时候你觉得需要他了 要去看父母 不管他身体是好还是坏 一定要去看父母 你表达的是什么 你把他当成什么 哦 这会儿他是你的妻子 对吗 这会儿是你父母的儿媳妇了 但是你有哪一点对他 能有一个丈夫的爱呢 还敢舔着脸说 我在外的喝酒 不是为这个家吗 还有夜补归宿 偶尔加班夜补归宿 可以理解 但是以每个月 三四次的夜补归宿的频率 你在干什么 钱不往家里交了 夜补归宿 对妻子已经很冷漠了 意味着你的心意 不在这个家了 你还狡辩什么呀 曾经的过往 你真的记得吗 所以妻子 你是时候想想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你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牺牲自己的工作 牺牲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就是因为觉得有个孩子 没关系 你们孩子做的 已经非常多了 因为她现在已经七岁了 应该上学了 上学之后 其实你有一定的时间了 对不对 完全有能力 自己有工作 如果一个女人 丧失了独立的话 就会被那些 没有良心的人 忘记你存在的价值 忘记曾经的过往 所以你这么每个月 去求她说 给些钱吧 要家用 与其如此 不如自己挣钱 自己养活这个家 当然不能放过她 她得为这个家 尽到她丈夫的责任 包括她是牌子的父亲 她要交赡养费的 至于 还给不给她做什么饭 还跟不跟她在一起 以我的建议 先暂时封开 你看她怎么样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自尊 否则 这个男人 他是看不起你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师傅 你们俩在一起 十一年是吗 我跟我的妻子 也正好十一年 而我们之前在一起 跟你们是一样的 一无所有 租着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家里没有一件 像样的家具 从旧货市场 逃过来两三百块钱的床板 再做一个小茶几 每天是她做着饭 我在外面挣着钱 今天挣个电饭包 明天挣一盏台灯 我们也是这样的日子 过过来 我相信最开始 你也应该有这样的回忆 当小公的时候 在外面能够拦点活 挣了点钱 都愿意交给妻子 那是多么大的骄傲 证明你 找的男人没有错 我还是在努力向前的 日子都是这样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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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过好 小房子换大房子 差车换好车 旧家具换新家具 只是老婆是不能换的 因为老婆是这一路以来 一直死心塌地 跟着你过来的 只有她知道 当初的你是多么的窘迫 现在有了点钱了 有一点老板的模样了 不要给我翘屁股 那句话说得真好 且行且珍惜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些男人形成了一种 刻有的印象 就是只要结了婚 只要我往家里能扔点钱 只要我在外面 没有花三搞四 或者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背叛 我就是老子 我就是王 你看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 更何况我在外面没有瞎搞 难道我在家里面 与止气势一点不应该吗 对不起 那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谁说了一个男人 把忠诚奉献给家里的时候 就别的都不用干了吗 那本来就是做人的基础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他也奉献了忠诚 他还带孩子 那你干了什么呢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赚钱 不说远的 就说现在 做爱情保卫站 做完了回到家里 晚上稍微一两点钟到家 我们不得抱抱孩子吗 我们不得哄哄孩子吗 我们不得到孩子的床前去 看看他吗 几天都没看见了 看看他长成什么样了 胖了瘦了黑了 你看吗 你还不承认你存私房钱 夫妻所不知道的共同财产 被你存起来 那就叫私房钱 难道不是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不应该啊 那是谁的家 而对于你来说 你自己也应该 在孩子上学之后 脱离做家庭主妇的角色 应该自己找点活干 我的老婆也是家庭主妇 但是不是每哪个女人 找了男人 都可以做家庭主妇的 得看你这个男人 是否靠谱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孩子已经长大了 七岁了 你是应该有点 自己的基础 把他的经济大权 给揽过来 钱还交给老婆管 听见没有 听见 不要好了点日子 就翘尾巴 你没什么不得了的 当初一无所有的时候 也就他愿意跟着你 现在有了点钱 有人喜欢了吗 有人爱慕了吗 如果有 请你严守自己的本分 但是如果没有 也请你严守自己的本分 好好地想想 当初的日子吧 人越是过好了 越不能忘本 听见没有 你可以没有经济收入 但是你必须得有 独立的人格 这个非常重要 你首先得想明白一点 你对这个家的作用 是什么 你才能理直气壮 提高自己 提高的本身 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工作 而是你要具备 生活的能力 和生活的技术 真爱他 真的没变心 第一点 把钱都给他 因为你换过去 他没有安全感 对吧 他又不挣钱 他又没有安全感 你再把钱拿走了 他是不是会害怕 他是不是会担心 对 你是爱他的吧 爱他 你心里还有他 是吧 肯定 把钱交出来 好好对他 听见没有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每当我想起我那会儿 我们去挣30块钱一天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 你知道我这个人 是从来不流眼泪的 但是我觉得那样的日子 我肯定再也不想回去 但是不管什么理由 就从结婚以后吧 对这些事 真的老婆 我错了 放心吧 回去钱卡交给你 爱是做许多爱我的事 而不是说许多爱我的话 以前你说爱我 我信了 现在你说爱我犹豫了 那我再考虑一下吧 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回吧 婚姻关系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 你不能完全靠一个人 去努力做什么 另外一个人如果不跟进 不提高的话 也一样会出问题 我们期待他们能好吧 看看他们愿意 重新开始的那个瞬间 会发生一些什么 请开门 要保持一 请开门 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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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别停 走 走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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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个家 别走好吗 我错了 哦 别走行吗 下次再夜不归宿的时候 问自己 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的家呢 知道了 其实你应该就彻底跑 没关系嘛 让他重新追追你 找找那感觉也好嘛 对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啊 你看 来 回去啊 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 药保湿 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 特别提供的 来吧 请见证 老婆 我错了 回去撑我 我错了 小王回家 来亮灯 回去吧 来礼物 还有一个承诺 你不要忘记 你刚才自己说的 在回去之前 把那一张四方钱的卡 交给老婆 绝对交给他 肯定交给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